因为每一次要转档的话可能它在删除 你可能要手动删除 其实手动删除 这样也不是很困难 可是如果说你可以 也可以自动删除那会更好 可是如果你要自动删除的话 那可能还要做判断 判断什么 如果这个里面有资料在删 如果没资料就不用删嘛 所以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 如果我已经怎么样 假设这个地方我先把 如果我现在已经把资料 当然不过还有个地方 就是Application你可以拿 把它加那个ScreenUpdating把它关起来 不然的话其实闪来闪去 眼睛其实看起来不舒服 所以当然第一个我们可以拿 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点什么呢 ScreenUpdating 等于False 然后再到这个底下的地方 把它再加一个等于True 这个拖一下 然后这边等于True 这样就OK了 这样的话基本上它就不会赏了 来看一下 你应该 来看一下 对这样感觉舒服多了 不然的话呢 一直那边画面闪来闪去 其实看起来也不是那么舒服 偏偏现在它会在那边动动来动去 不会也没什么差别 OK 另外还有个好处 刚刚在上面有讲说 关掉画面更新它的效率会比较快一点点 不过其实快不了多少 至少会比较快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如果你现在在执行的话 程式一定出错 为什么 因为它问你要不要取代 因为已经有旧的嘛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写一个删除档案的程式 那可是怎么样去写这个程式 基本上呢 我们可能需要了解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DIR这个函数 OK 那这个DIR这个函数 主要是 要知道什么呢 这个DIR意思说 这个你给它的目录里面 有没有你要的这个档案 这个副档名的资料 如果有的话呢 它帮你把里面的这个档案名称怎么样 帮你存在前面这个变数 比如说先把乙班放进来 然后呢它会一个一个帮你去抓 它有点像列表 乙班呢 到跟班 跟班来了 没有了 没有就跳离回圈 所以特别注意哦 通常DIR会配合一个 都会回圆 后面给它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当 这个档案呢 已经找不到了 那我找到之后要做什么 把乙班放到这边做什么 做删除的动作 那删除的话 特别注意哦 删除的话关键字就是这个 叫KEY KEY 记得要完整路径 就会自动帮你把它删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大概写了几个例 一 我路径先给它 所以路径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上面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放到这边来贴上 OK 然后给它一个变数名称叫S-PACE 这个名称自己取的 其实你不加这个变数也没关系 只是说这后面会有很多地方都会用到这个路径 后面其实我是没有加这个反斜线 如果没有加你下面后面自己加哦 如果上面有加的话你就下面就不要加 这个可能要知道一下哦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先读取第一个档 读取第一个档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S-PACE 等于什么呢 DIR 特别注意哦 你DIR后面的话哦 记得给什么 给它的路径 我跟它讲说你帮我到那个 S-PACE里面呢 这个路径找找看 然后这个路径呢 AND 后面呢记得哦 要一个反斜线 因为上面没有加这个反斜线 如果上面有加这边不要加 这个意思是我的根目底下 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所有 信号指的是所有的 有没有所有的XLSX 这种副档名哦 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 有的话呢 你就先给我第一个 所以他找到了 找到乙班 所以他把乙班先丢到S-PACE 所以他把乙班点XLSX 先放在这里 OK 然后呢 那接下来呢 你就做判断 所以都快哦 就是判断 都快哦 一定会配合一个路径 后面呢 就是逻辑判断 也就是当他为True的时候 OK 为True的时候呢 他就进到这个回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哦 我们现在有没有 哎 有抓到了 抓到之后有丁班 他先抓笔画掃 丁班 那所以这个逻辑呢 是True还是FORCE呢 True 表示说呢 他有找到档案哦 所以有找到档案他要做什么 把它删掉 当然最后删 删到最后的话呢 特别说这个逻辑是不等于空的 意思说 他里面哦 有丁班表示有找到档案 那又再找下一个找下 直到没有为止的话 没有没有就等于空 等于空的话就跳里回圈了 OK 所以这个叙述意思说 帮我找 直到找不到档案为止就对了 OK 啊所以哦 如果要把丁班删掉的话 一样要给一个 哪一个目录 所以要一样给什么 给这个目录的名称 然后一个 因为这边没有斜线 所以加一个斜线 然后再把丁班.xlx 放在这边 然后前面加个Key空白 OK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这个档案 有没有 帮我把这个档案 把它删掉 OK 所以等一下Key 你看一下丁班这个地方 丁班 OK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丁班就消失了 没有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这个范例还蛮重要的 以后哦 尤其是Do Loop 这个哦 还有DIR 这个哦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以后呢 后面我们要合并档案 也要靠它 为什么 因为你要用DIR去看 那个目录里面有多少的档案 所以DIR有点像哦 帮你去找找看里面有几个档 都会要是一直找 找到没有为止就对了 找到要做什么 如果要删掉就删掉 如果要合并就合并它 一样的道理 反正你用目录里面有几个档 就全部帮你处理完 必为止就对了 OK哦 你想说老师那为什么 这边不用for为圈 对啊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这里面有几个档 但你想说 如果我已经知道有13个 你也可以写一个for为圈 对不对 跑13次啊 就删到 但也 也可以啦 只是说没有人这样写而已啦 OK 所以通常哦 DIR会配合督化为圈 OK哦 那不过如果你 实在是 不过这东西 对督化为圈 对一般初学者来说 是很 很觉得很困难 如果你觉得很困难没关系 你先把那个范本记起来 反正以后先复制贴上 然后先让再说 OK好 然后呢 就再来的话 下一个这个DIR后面就不用给路径了 这个DIR就是说找下一个的意思 所以他找丁班了之后 对不对 DIR刮胡啊 意思说找下一个档 下一个档找到哪个 找到丙班了 所以他下一个找到丙班 已经剩三个 剩两个 剩一个了 对不对 有没有找到 还有新班 新班下一个呢 又找到丞班 有没有 丞班找到了 好 然后再来的话 把丞班删掉了 再来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DIR回来会给什么呢 空置串 对 有没有 意思说没有了啦 找不到了 你 有没有办法再帮你找到其他档案了 所以他会怎么样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没有相等 就没有相等 就FORCE FORCE的意思是说 那我找不到了 那我就离开了 我就不Key了 就结束了 应该可以懂意思啦 OK 这程式虽然没有几行 但是很重要 以后呢 你可以拿 这个拿来做改写 因为后面我们要做合并 其实也可以靠 类似的架构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它删除了 不过 问题来了 我变成我要执行之前 我还要再来执行删除 虽然不麻烦啦 比如你现在执行 然后啪啪啪啪 那变成说我下一次 我还要再来删除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聪明的办法 就是说 我干脆执行 如果里面有档 就帮我删掉 如果没有档 就跳过去就好了 那怎么做 很简单嘛 你就做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上面的话 我就写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呢 如果里面有档案的话 那我就扣 删除档案 那我怎么知道里面有档案很简单嘛 DIR 把路径告诉他 有没有 所以其实 但是这边的话不用一个x-pass 因为只写一次 所以我其实很简单 我就把DIR刮断里面 我其实也不用写 不用串接吧 这边其实就是 把它写成这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 就是在这个路径底下 有没有这个负档名叫做xls的这个东西 不等于空的话呢 就表示说有 有没有 如果等于空的话 那表示没有 没有的话呢 那就直接就跳过了 如果有的话呢 那就进去帮我删掉吧 OK 应该懂我的逻辑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有 所以这边按F8 执行给F8 有没有 他一定会 应该是有 有 只是说前面我们不用再等于x 因为我们不需要 那个档名 OK 所以有了 那就进到这边了 OK 就帮我跳到这边 帮我删 OK 所以这边的话 帮我把它夹 如果没有的话 把它夹就删掉 OK 这边 如果里面没有的话 我看一下 没有的话 它有什么 跳过了 OK 有点像一个那个闸门 诶 有 好 那我帮你删 如果没有 那我就跳过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 等于多一个这个逻辑判断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我就不用在每次还要判 用人工判断 所以以后 最好是 因为现在我觉得 很多东西会赚钱 都是赚懒人经济 因为现在人就是懒 懒就可以赚钱 所以你看那个Fu Panda 我看到他的那个Uber Eats 为什么生意这么好 每次我路上 我一堆 奇怪 尤其吃饭时间 到处都是那种 到底他赚什么 就赚懒人嘛 因为很多人懒得出门 对不对 就直接 所以很多时候 像便利商店 为什么这么多 因为大家很懒嘛 你 你跑那个卖场 或跑大街 也一定比较便宜 或者 传统市场 会比较便宜 但是现在拿那么多时间 对不对 除非 你不要多 因为这种东西就 一样嘛 城市也是一样 就是呢 如果你可以让别人 变得比较懒的话 这是好方法 所以这个也是有点像懒人的写 尽量写的让人家完全都不需要 特别去想什么 一下去执行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我刚刚这两段 这两段应该云端上也有 所以这边刚刚的这个 删除在这里 那逻辑判断的话 你们就看一下 下面这里 这个是 应该这里 OK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目录不存在 你也可以用mkdir 去帮他新增进来 我这个 就把他帮他下面 这个请供各位参考 其实还蛮多东西可以再增加的 只是说刚好有同学问 我这个项目就顺便加一下 所以这两行 其实就是这两行 我刚才把它复制到这边 复制到这边 贴上 OK 就是这里 另外呢 还有一个 特别注意哦 如果说你里面 比如说if and if中间只有一行的话 其实跟各位讲 如果你只有一个call 一行而已哦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直接 写到then后面 and if不用 这样是OK的哦 但是前提是 只有一行 如果你有两行就不行 OK 有些同学问我 因为我当然我看到一行 我一定 我又会写一行嘛 可是又怕有同学哦 没讲过 不知道 其实可以是这样写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这边主要就是说 如果画面更新要关掉 那我们就是加一个application screen updating 这个前面讲过 另外的话呢 如何删除档案 删除档案的话 那主要是利用dir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你只要跟他讲一个目录的 底下的所有信号的负档名 他就帮你找 那找的话呢 他会回传跟你讲那个档名跟负档 完整的哦 然后一直找着呢 放你删一删一删 删到没有为止 另外再增加一个逻辑判断 就是说 如果你要删掉档案的前提是因为 里面 他有档案的话 再帮我删 如果没有档案就跳过去的话 那你会做一个逻辑判断 这样的话呢 可以确保你的程式 不需要动那么多脑筋 还要到底什么时候要按 什么时候不要按 不用了 程式自动帮你判断好了 所以以后的话 我发现很多地方程式 都很需要做很多的很多的判断 然后甚至的话 以后人工智慧 甚至要学习 能够加上那个 所谓的深度学习 然后人工智慧 那以后会达到 你反正做过的事情 他都帮你记得了 然后下一次的话 你就不用再重复做过 他也可以自动帮你握可 所以这个当然 不过这影响力越来越大 我看现在很多地方慢慢都会有这样的需求出现 而且好像加一个人工智慧 整个感觉又是一个新的东西 那一个新的东西的话 你也可以重新一个价值 所以你要提高 提高那个附加价值 恐怕想想有没有办法 多一点东西出来 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OK 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 做怎么样做删除档案 所以我有把刚刚的删除档案这个程式 放在下方 在 上面这边 然后做逻辑判断 对 谢谢 謝謝